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持续 抗疫消息纷纷扰扰 但他们的世界依然平成 我本身是天生听不到东西 龙人在疫情下遇到的困难 就是人人都戴着口罩 遮住了口型 我们就看不到 因为授予要配合口型 他们和普罗大众一样 都需要接收最快最新的消息 开电视看新闻的时候 有时在直播期间 旁边会有个圈里面有手语 我就明白内容 年轻一代的龙生 同时学手语和口语 令他们更容易了解抗疫新发展 有助融入社会 我的同学会打手语 遇到不懂手语的龙生 又或者听不懂健庭生的话 我就可以帮他们 让大家一起玩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疫情是约 出街天天戴着口罩 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 不过对于全港超过十万个 听和说都有障碍的人 可能就不是那么习惯 就算他们用手语沟通 很多时都要看着对方的口型 才明白说话的内容 谈不了解 社交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远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他不可以派一千个大疹医护医护医 62岁的李国兴 自小习惯生活在寂静的世界 但他小时候不小心 由绿架床的上层跌到地上 撞到头上 自此失去听觉 开电视看新闻的时候 有时在直播期间 旁边会有个圈 里面有首语 我就明白内容 没有字幕的话 那我就不会明白了 疫情持续超过两年 对自小听不到话的李国兴来说 一点都不好受 因为人人戴着口罩 很难的 我看不到口型 我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想看表情都看不到 有时要靠写字 当初刚刚开始戴口罩的时候 我觉得很困难 但现在已经习惯了 都适应了 以前是跨境货车司机的李国兴 现在已经退休 十年前他发现患血癌 已经辛苦 战争病魔之后 他积极参与聋人机构的 移工服务和童军活动 拿到不少家许葬 他也有教手语 希望更多人认识龙人的世界 多点回去龙人机构帮忙 多点教手语 让多些人懂得手语 希望龙人在主流社会 得到平等待遇 而参加童军就很有满足感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 又可以教他们不同的东西 例如露营和求生 虽然李国兴有不少朋友 但在疫情之下很难见面 他就把握机会透过视像 和龙人朋友用手语聊天 看见朋友很开心 可以聊聊天 平时在视像见朋友 就不会那么闷 李国兴的太太和一对子女 都是见听人士 全家只有自己听不到 一家人的感情 进在不言中 现在子女都不在香港 李国兴和太太互相照顾 太太更加预先教她 如何出去做检测 以免她在沟通上遇到困难 太太平时都会帮我很多东西 告诉我如何做 例如和我讲做检测的流程 原来很简单 我会和家人分享一下龙人的文化 讲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家人交流下都挺开心 今天星期三 星期三 是星期三 李国兴偏中都会去餐厅吃饭 但点菜就不是每次都顺利 侍应有时不太明白 她就要用电话去打折 如果她想在家叫外卖 就会找龙人机构代路 职员会提供 帮龙人叫外卖的服务 李国兴患癌症后更加着重健康 多了做运动 平时就喜欢行山 踩单车和耍太极 多些做运动 筋骨血气和呼吸系统都会好些 就更加有活力了 自己都会开心些 疫情其实都挺严重的 身体弱的人感染了 可能会辛苦一些 所以最重要就是做好防疫措施 避免感染 疫情是弱 龙人在生活上遇到的不便 比一般人多 邵逸赞是一间龙人机构的创办人 她说疫情之下的龙人求助个案 比以往多两至三成 去检测的情况是怎样 如果确定了是阳性的 她应该怎样去做呢 网购了一些东西 人家送货来都会打电话 去交流货多 何时来收货 或者怎样 还有一些家庭的关系 因为经常留在家里 形成有些可能 一些磨擦 或者情绪有些问题 家庭不太协调 第五波疫情重创本港经济 失业大军越来越多 其中残疾人士的失业情况 就更加严重 大多数都是比较基层性的工作 洗碗、清洁那些 每个都买外卖 都无需洗碗碟或者抹桌 都无需 变成他们都会财胆这些人 21岁的雪盈天生没有耳窝 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 手语成为了他的母语 表情对手语来说都很重要 个样子遮住了 龙人可能会误会句子的意思 现在有透明口罩 这样就可以看到口罩了 雪盈以前在主流中学读书 这间中学采用手语和口语并用的教学模式 有助龙人学生学习 雪盈现在在香港专业进修学校 修读创意设计及媒体高级盟棚 学校容许他和妈妈一起上课 妈妈在他旁边帮他做首语翻译 疫情严峻 雪盈又在家上网课 妈妈一样会在他旁边 因为妈妈会坐在我旁边 帮我翻译 我就可以更容易明白老师教的知识 网上学习也有限制 画面有时会蒙 不是很清晰 如果找人在网上帮我翻译 首语的画面可能会太小 看得不清楚 幸好有妈妈帮我翻译 雪盈有一位见听的妈生哥哥 一家四口的感情很好 雪盈小时曾经因为自己听不到 而不开心 幸好身边的人帮他建立自信 我现在很乐观 不过小时 不太接受自己的龙人身份 幸好有很多老师同学 和爸爸妈妈的帮助和支持 我找到不同的兴趣 例如跳舞 画画等等的活动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慢慢建立自信 认同自己的龙人身份 妈妈都觉得雪盈的适应力强 努力克服先天缺陷 她是开朗的 她接受自己的龙人身份 她也知道自己的困难在哪里 她也会主动 有时候自己有些情况下不行的时候 她可能会找人帮她 雪盈的妈妈是急症室护士 偶尽会遇到听进病人 很明白她们求请的时候 有苦说不出的困难 识字的就还好些 你可以写到 但如果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会用手语 来跟她们做翻译 她们就会觉得开心些 她们会知道 原来是有人帮到她的 就不是只有自己一个 其实应该也有个服务 但不是说即时的翻译来到 就不是的 是要申请 过去一年多 政府进行多次围风强检行动 希望尽早截断传播链 虽然说 有些龙人 甚至连自己住的大厦被围风 都不知道 听说有龙人 试过住的大厦被围风 没有人通知她下楼做检测 现场又没有手语翻译完 她又听不到人敲门 根本不知道栋大厦在围风 这个舞团由不同听力程度的人组成 书型是其中一个龙人 她三岁开始学跳舞 由于听不到声 她又靠声音传到地板的震动 来感受节奏 或者在心里数着拍子来跳舞 我小时候不以为跳舞是没有音乐 因为我听不到声音 后来开始练跳舞 才发现原来都挺难 跳舞那时候有时会迟了停 练跳舞的过程真的挺难 教识我什么呢?就是不要放弃 疫情下没有办法和其他一起出去练舞 雪盈会在家继续练习 她说日后希望成为龙人老师 推广手语 无论疫情如何发展 龙人都可以快速而准确地收到抗疫讯息 我的目标是做龙人老师 想教下一代的龙人手语 提升他们手语技巧和分析能力 希望他们学会手语之后 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A business woman 现在已经有小学实行手语、口语并行上堂的做法 效果是怎样? 我们下一次再看 学手语就等同学另一种语言 由小小学学起 很快就可以成为你的第二语言 本港有小学就推行上堂的时候 手语、口语并行的做法 希望帮助龙生学习之外 长远价有助健康人士 都可以与听障人士相互交流 令他们更容易融入社区 疫情之下隐隐之危 特别是对听障人士来说 要接收最新的资讯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有听障的小朋友 自小可以得到手语和口语、商语培训 可以协助他们与外界有更全面的沟通 大家请坐下 陶国环这间小学的学生 正在上英文堂 一位商务女 一位商务女 在科学堂上 有两位老师一起教书 除了口语 还有专门负责手语的老师 这班只有25个学生 人数比其他班少 更容易用商语去售课 学生当中有五个龙生 郭子梁是其中一个 我是在郭子梁 所以我也是这样 今年是12岁 读五年班 庆祝是乳母教 还有幼儿 郭子梁天生失聪 他会说口语 但比较喜欢用手语 我留意手语老师比较多 因为看手语更容易明白课文内容 如果完全没有手语辅助 我不会全部听得明白 班上的同学 总是开开心心一起玩 如果上课有听不明白的地方 我会问同学 他们会跟我解释 郭子梁读的班别 大部分见听的同学 都已经懂得手语 我一年吸入了共同班 就开始学手语 开始都觉得有点难 不过之后 因为经常都不记得 不过之后熟了之后 就觉得没那么难 林逸臣是班上二十个见听生之一 过去五年 他也是跟龙生一起上课 但一般人这样看就行了 还有可以用手语跟他沟通 就没什么不同 他大部分的事都是做到的 无论是用手语还是口语 全班同学都很融合 手语不是叫非常好的 不过可以跟龙生说一些 非常普通的话题 他们观察力很厉害 最初大家需要帮他们 后来完全不用帮他们 反而帮我 类似我功课留了日期 食堂等 他们都可以帮我 见听学生李海情 在班上最好的朋友 是龙生梁淑儀 我和见听生相处得很愉快 我的同学会打手语 他们见听大就会打手语 但如果遇到不懂手语的龙生 又或者听不懂见听生的说话 我就可以帮他们 让大家可以一起玩 这家小学在2016年引入新教学模式 在课堂上手语和口语并用 林永恩在共用班已经教了六年 原来学生或者小朋友 他学习就真的很快 我就教英文 比如手语老师在做的时候 因为有视觉的帮助 他们有学生字 学习会学得很快 不过未教共用班之前 他都有些担心 因为他不懂手语 全靠手语老师余安琳教他 我们每个星期开会一次商量教学内容 大约三四十分钟 商量如何教授这些或者那些内容 他让我看他的概念 我会教他手语 余安琳说和过去比较 龙人教育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现在学生有机会选择手语或者口语 随他们喜欢 如果有疑问可以问我 我可以用手语和他们讲解 学习效果更加高 我当年读龙人学校 当时禁用手语 上课的时候只准用口语 一旦踏入课室 我们要估计老师在说什么 学习效果很低 我大概明白内容三四成 其余的就索性放弃 余安琳还记得 以前那位同学 只是能够偷偷地用手语去沟通 每次被老师撞见 偷偷地打手语就要受罚 有时罚企的时候 我们仍然想打手语 老师就要我们伸手掩着耳朵 让我们同不出手打手语 余安琳说社会对手语的误解由来已久 1880年米兰国际龙人教育会议上 就建议龙人教育金融手语 声称手语会令学生学不会说话 自此包括香港在内 全球家龙人教育就以口语为主 六十年代香港开始推行共用教育 鼓励龙生入读主流学校 研究手语教学三十年的邓慧蓝说 主流学校的教师 不太熟悉龙生和他们的需要 学校因为对于手语不太理解 一般他们做的方法就是 因为你听得不好 你记住戴了个耳机 第二件事就是你坐前些 你坐第一行 我就会提到老师会大声少少说 你就会听得好些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看到家长或者龙生回来的 他们就说 其实他们坐在第一行 都不等于他们可以接收到 课堂上的信息 变成其实他坐在课堂上 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很多时候他在猜 猜一下老师说的什么 猜一下同学说的什么 邓慧蓝认为 手语加上口语 可以帮到龙生更容易学习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手语其实是一个 我们叫视觉上的语言 其实是对于龙生来说 是没有障碍的 如果龙生可以通过了视觉 去拿到那个语言 再从那个语言拿到课堂的信息 即是说其实他不用猜了 他可以很快掌握到资讯的时候 他可以参与讨论 他说在主流学校引入手语 对健庭生和龙生都有好处 全球无论零岁到你八十多岁 其实都可以学手语 作为你一个额外的语言 就好像你学法文、德文 我们的龙生 都会看看这位健庭的同学 他手语好 还是口语会好些呢 或者如果他手语比较弱 不如我试一下用口语去跟他沟通 至少我们可以聊到计 这种的语言转换 即是相语的语言转换 其实是带给龙生一个莫大的好处 王志聪做了校长已经二十年 他很欣赏学校里面 龙生和健庭生能够建立起友谊 健庭学生其实他见到龙生学手 有一定的障碍困难 我们已经有手语翻译 手语翻译在这个科室里面 但是他会见到原来就算看了手语翻译 其实有时都没有直接听到老师 第一身的讲解那么清楚明白 所以这个情况令到我们的健庭学生 是更加新同感受和美心强些 都知道自己的健庭是很幸福的 有些成绩非常好的 有健庭学生其实他可以有正经班的 但是有一个非常浓厚的感情 他们都宁愿留在B班上 跟那些龙生一起学习 因为我们看到就相当感动 龙生的家长都很开心 子女有机会扩宽社交圈子 我不希望他只是和龙生相处 因为他始终都要搭触社会 要融入健庭人士的世界 我很希望他可以累积经验 习惯和健庭小朋友交流 我认为这个计划是善策 被听障学生和健庭小朋友一起上学 他可以两边都认识 都不用遮遮掩掩 光明正大地和朋友聊天 部分成绩优异的健庭学生 都甘愿放弃入读精英班 宁愿继续读商与班 他们一家长都支持这个决定 因为他也觉得良好的教育 不仅是求高分这么简单 升小二的时候 我真的想转去精英班 幸好当时班主任林老师 跟我说我女儿很喜欢授业 她一年给一年地坚决地告诉我 她要在共融班 她是很开心的 所以我一定会支持她 她的朋友都在共融班 所以她不想转 而且环境很熟悉 就是老师、同学 所以我觉得她在一个这么愉快 这么有安全感的地方学习 其实对她的学习会有益处 经过这两年疫情之后 听障人士和其他弱势社群 在各方面的需要 社会大众应该多点了解和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